这是刚刚完结的一部《校园复仇》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金字塔游戏 故事开始 女子高中二年五班有个奇怪的规定 每个周四必须进行一场金字塔游戏 简单来讲就是互相投票 以票数的多少分为BC第四个等级 等级越高特权越多 最直接的是不可以忤逆上级 金字塔之外还有一个等级 获得零票的级为F 等级F和不参加的人将遭受无休止的欺负 每人每次可以给五个人投票 不能投自己 也不能重复投同一人 最重要的是参不参加全屏自愿 故事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刚刚转学来的女主秀智 在报道的时候被短发女踩了一脚 她非常的不好意思 于是好心地透露二年级报道的教舞是在四楼 然而秀智有些疑惑 短发女是怎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 班主任把秀智带到一处偏远但很豪华的教学楼 并交代这里只有一个班级 也就是开篇说的二年五班 有过多次转学经验的秀智深知为人处世之道 想快速融入班级的话 第一种就是傻瓜 而第二种就是她的同桌 不良少年 同桌慈恩的脸上有烟烫的疤 手臂上满是瘀青 怎么看都和好学生联系不到一起 下课后有几名同学过来打招呼 其中有一个是白富美夏琳 可还没说两句慈恩就暴躁地站了起来 并且愤怒地走出了教室 打招呼的人表示最害怕她 夏琳赶紧打圆场 并介绍了人见人爱的练习生一灵 这时全校第一的班长通知 下一节是音乐课 如果迟到的话会被锁在门外的 第一天放学 秀智刚走出教室 所有人突然转身看着她的背影 说不出的诡异 往后的日子里 秀智尽可能地和同学们搞好关系 唯独除了同桌慈恩 因为在她的身上总能闻到烟味 所以更加确定这人是坏学生 很快到了星期四 夏琳不小心踩到了慈恩的血 她显得非常的害怕 不过好在什么矛盾也没发生 下午的体育课 秀智看到慈恩和校爸们坐在一起 胖同学立刻上前安慰 和那种人当同桌一定很难过吧 然而实际上校爸们欺负的对象就是慈恩 秀智意外发现她明明是边缘人 为什么大家还那么怕她呢 秀智劝慈恩向学校举报 肯定好过不声不响地被人欺负 如果可以的话 她希望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时高马尾闯进器材时 表示班级举办了个游戏 慈恩一听这话 立刻提醒秀智赶紧回到教室去 班级里坐得整整齐齐 仿佛在等秀智一样 班长健壮走到黑板前 讲述了金字塔游戏的规则 投票期间 高马尾和胖同学示意秀智户头 其实秀智也在合计 户头的话最差也获得一票 那样就不用当F等级了 然而待投票结束后 胖同学的等级一跃上升到C 他对秀智显摆自己可是C 因为秀智的等级是F 他获得了零票 这之后地狱班的生活便开始了 校爸总是先拿一个哨子在他面前吹 然后手下再开始动手 班里的其他人就像没看到一样 纵容这发生的一切 秀智不是个傻子 他躲进卫生间 发现身上没有伤痕 也就是说校爸们故意没留下证据 然而这种行为依旧在继续 可能有人会好奇 校爸为什么每次都先吹哨子 那是因为他想像训狗那样驯服秀智 在游戏开始之后监控就莫名地消失了 秀智想要录音留下被欺负的证据 但进教室前被夏琳踩到了脚 夏琳好心提醒先别进去 校爸正在找F等级的人呢 可尽管秀智处处小心 但每天依旧会被校爸们欺负 不过这天他发现 校爸几人似乎害怕练习生意乎 在此期间秀智想到一个办法 因为夏琳说过F等级们 也就是说F等级还有其他人 而这个人就是慈恩 等级排名很有意思 F等级只有慈恩和秀智 大多数都在C和D中徘徊 还没等秀智看了等级 意外地被回来的慈恩给打断了 于是他拉着他来到小树林 秀智分析可以效仿其他人那样 彼此互相投票 然后合力威胁得票数唯一的人 谎称户投一次 那样即使多争取到一票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 在投票时二人只户投 说不定就有人代替他们为F等级了 然而班长猜到秀智会用这样的方法 但他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慈恩根本就不会同意 实际上和他预想的一样 慈恩果断地拒绝了秀智的计划 他不想无辜的人陷入其中 甚至觉得秀智很可恶 既然户投的办法行不通 秀智又想的办法 那就是找到游戏的主导者 一开始他怀疑是练习生逸琳 然而逸琳坦言主导者不是他 就在秀智猜测到底是谁的时候 D级的迎新主动找到了他 有件事必须在音乐室说 恰好被路过的笑爸给听到 原来迎新和慈恩是闺蜜 之前二人约好户投 但他因为害怕临时更改了主意 秀智明白迎新想利用自己减轻负罪感 刚好可以利用这份情感获得一票 不过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万一迎新又临阵改变主意就惨了 所以还是得找到游戏的主导者 就在这时笑爸又要开始了 期间秀智差点吐了出来 笑爸见状担心地看向了右后方 似乎是练习生的方向 然而真正的游戏主导者总是用烟头烫慈恩 所以他的身上才经常有烟味 而在秀智转校之前 特地吩咐校长把新来的分到他的班上 而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就是之前采播秀智鞋子 给予了很多鼓励以及帮助 等级榜排名第一的白烟集团的长女夏琳 秀智猜到夏琳就是游戏的发起者 但她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接受了对方的关心 因为现在还没有反击的资本 同时她也在思考 是击败夏琳简单还是拉拢慈恩容易 实际上昨天慈恩向夏琳求情 只欺负她不要伤害其他人 然而夏琳一下就猜到其他人指的是秀智 便用烟头戳向她的手心 不相信慈恩是那种会关心同学的人 次日秀智依旧忍受着欺负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课间休息了十分钟躲出去 然后和老师一同走进教室 那样会好过许多 但中午的那一个小时是逃不过 为了避免留下证据 所以放学后这些人绝对不会动手 而规定森严的金字塔游戏 所有人都默认服从 秀智怀疑制定规则的不止夏琳一人 首先豪华的教学楼 就像是为了游戏服务的样子 尤其仅有一个被孤立的班级 如果不是偶然的话 那绝对不是一个学生能做出来的事 所以秀智不确定老师们是否知情 于是他找到班主任咨询监控的事 旁边的女老师接过话查 表示整栋楼只有一个班级 根本用不着装监控器 恍惚间秀智贴见了班长的个人资料 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医院 而班长似乎看穿了秀智的心思 走出办公室就警告他 别打算依靠班主任 听上去像是威胁 秀智立刻搜索了关于医院的消息 他这才知道校爸的父亲 和班长的父亲是合作关系 此外还发现公开栏上贴着游戏等级靠前同学们的信息 有全国柔道银牌得主 世界游泳大赛200米铜牌获得者 以及其他赛事的冠军选手 实际上这些人的父母们保持着惊人的人脉往 那就有些奇怪了 这个班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为了弄清楚原因 秀智主动找到夏琳 问他制作这个游戏的人是谁 以及为什么制作出来 夏琳坦言因为很好玩 他期待看到F等级无助的眼神 经历了这次谈话 秀智感受到了夏琳的变态 秀智刚回到班级远眼镜就推了他一下 责怪他每次休息时间就躲出去 害得其他低等级的人遭殃 秀智越想越气 凭什么自己就活该被欺负 凭什么得替别人着想 刚发泄完情绪他就看到了一旁的银星 心想不能太过激 不然这人必定会感到害怕而退缩 于是收敛了脾气 暗中盘算下次投票一定要与银星慈恩互投 而突破口就是心地善良的慈恩 然后就在他的面前演了一出戏 不停地哭诉在学校遭受的一切 恳求下次二人互相投票 然而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慈恩依旧不同意 准确地说是不玩那个游戏 这时秀智发现了他手上的伤 一下就猜到是夏琳干的 可无论怎么关心慈恩就是不同意 并建议去拉圆眼镜和披肩发的票 因为他认为这俩人也很善良 为了让慈恩认清现实 秀智带他见了这两个人 不出意料地被圆眼镜和披肩发一通臭骂 说他不配合自己一个等级 可认清了现实后慈恩格外地冷静 小声的道了别就离开了 逆转头迎新主动找到秀智 透露班里的同学除了他和慈恩 都是去年一起升上来的 这也是进行了13次游戏的原因 突然迎新问有没有对慈恩提起自己 秀智一下就看出来 这人表面上对好朋友愧疚 实际上是想逃离F级的风险 第二天上课慈恩没有来学校 而练习生意味深长地看了秀智一眼 原来昨天慈恩被骂时夏琳就站在旁边 他说离开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秀智 夏琳威胁他那就不要来上学了 当天下午秀智在找夏琳的时候偶遇练习生 秀智问谁是这个游戏的发起者 练习生说不就是你找的夏琳吗 也就是说全班的同学都知情 因为夏琳的妈妈就是这所学校的董事长 当天下午秀智看到学校举行的反霸凌检举活动 如今慈恩联系不上 等级也升不上去 反霸凌似乎成了唯一的希望 如果向班主任举报的话 他不确定能否获救 听说班主任和学生们的关系很亲近 所以秀智想试一试 然而就在他打算坦白一切的瞬间 班长突然出现扰乱了计划 下午放学 秀智再次打算向班主任举报 班长又一次喊住了他 并承诺越是想要举报情况就越糟糕 这天上体育课 老师们发现秀智被人欺负了 于是班主任自告奋勇地走到他的跟前 询问有没有不舒服 秀智想到个办法 让班主任送他去医务室 班长主动请应 结果秀智表示他希望班主任和他一起去 终于这一次班长没能阻止秀智 殊不知前方是更深的深渊 秀智举报自己在班里的遭遇 班主任坦言去年有一个较有利的孩子 也遇到了同样的事 他承诺这次会出面解决 就在秀智以为获救时 班主任竟然掏出手机录制视频 让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遭遇 然而学生们早就炸过了 他们在各自的等级群里讨论 班主任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甚至觉得秀智的下场会和去年的有利一样 与此同时 班主任逐渐地失去了耐心 因为他在秀智的身上没发现一处外伤 那样的话就没有了证据 说话间旁边的水壶里的水沸腾了 原来班主任想伪造一个烫伤的证据 然后去勒索欺负者的父母 私吞受害者的赔偿金 就在这时外面不停地有人敲门 并且呼喊秀智的名字 原来这个人正是慈恩 他立刻冲进屋把手机丢进了水里 然后拉着秀智拼了命地逃跑 二人一口气跑到楼顶 慈恩播放了一段视频 二人一起脱离F等级 或者说毁掉金字塔 慈恩被秀智的真诚所感动 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 时间一换来到了星期四 第十四次游戏正式开始 依照秀智的计划 二人加上圆眼镜和披肩发护头 那么最终等级都是低 而这就是游戏致命的漏洞 然而投票结束意外却发生了 秀智最终获得了五票等级为C 游戏的发起者夏琳看到结果后 气得止不住地颤抖 而慈恩得了两票等级为D 也就是说有高等级的人 把票分给了秀智和慈恩 然而慈恩却开心不起来 他不明白为什么圆眼镜变成了F等级 这跟之前的计划不一样 但秀智可不想管那么多 因为对自己而言是件好事 此外他推测圆眼镜的好朋友 披肩发得了三票 代表这人有了其他三位朋友 并且抛弃了圆眼镜 慈恩听后想找个办法扭转现在的局势 不惜退出游戏 但秀智却不想那样做 慈恩一下就反应过来 他现在不是F等级 所以不想再参与其中了 虽然秀智没有明说 但表示自己是F的时候圆眼镜也见死不救 这样算是扯平了 慈恩希望秀智遵守约定 彻底摧毁金字塔游戏 然而秀智此时已经没有了动力 返回班级以后 所有人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 就在校爸打算欺负圆眼镜的时候 班长突然拦住了他 挑明规则是投票的第二天F等级才开始轮换 相当于变相地替圆眼镜解了威 而慈恩与秀智二人的友情似乎决裂了 中午秀智在便利店买食物的时候 售货员看了一眼他的手机 问下一个变危险的人是谁 似乎知道金字塔游戏 这时恰好有顾客进来秀智也没在意 自从等级变成C以后 就有很多同学来打招呼 秀智大方地原谅了他们 毕竟下一轮投票可能要互投 没过几天秀智就和C等级的人熟络了起来 不怎么理慈恩了 练习生看出来他这两天的转变 坦白自己投了他一票 秀智推测帮助自己应该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吧 就在这时率递找了过来 二人的谈话也就潦草地结束 当天晚上秀智越想越不对劲 因为低等级多出来的票只会投给或者币 因为他们必须互相牵制 除去这些票 也和币谁会投自己呢 又为什么要投给自己呢 第二天夏琳交代给了校长一项任务 紧接着班主任就公布了第二学期的学分制 此次需要同学们互相打分 50为满分标准 依次扣出5分 最低档不低于30 公布完制度后他就离开了 实际上分数早就内定好了 原来夏琳交代校长依照优盘上提前准备好的打分 他自己是50分满分 此时班长提议先站到本人预估平分的地方 而大家似乎知道话中的含义 纷纷站在对应的分数线上 秀智一眼就看出来 所有人其实都是按照金字塔的等级认领各自分数的 一股不好的预感应运而生 所以他想弄清楚投票给自己的到底是谁 第二天秀智站上讲台 怀疑游戏投票系统有问题 因为每次结果都很相近 尤其是A等级 而开发软件的齐刘海表示如果弄虚作假那程序会瘫痪的 然而秀智却质疑起了齐刘海 所以他建议大家匿名手写一次第14次游戏投票名单 统计出结果就能证明了 众人见夏琳没有反对 于是开始配合写下了名单 待班长对比完结果后发现 与投票系统的一致 秀智立刻对刚才的事道歉 然后以交作业为由在讲台上拿走了大家的作业本 然而班长却发现名单被人调包了 原来秀智用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单 趁着拿作业的空档换走了真名单 接下来就是对照所有人的笔记找出给自己投票的人 经过漫长的比对秀智发现 一等级的夏琳笑霸 何必等级的短发女全部给自己投了票 难道从一开始就是夏琳故意操纵的吗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他随时都有可能调回F等级 第二天圆眼镜被笑霸打扮成猫的样子在地上爬行 甚至还逼他吃下一整根猫粮 一旁的慈恩看不下去 出面制止了短发女的行为 然而却激怒了笑霸 他觉得既然替人出头的话那就把猫粮也吃了吧 慈恩看了看趴在地上的圆眼镜 毅然决然地接过了猫粮 突然夏琳走了过来 义正言辞地呵斥笑霸们这样欺负人太过分了 然而秀智看不惯她的伪善 再加上投票给自己的行为 抓起桌上的笔就砸在了夏琳的头上 然后立刻向她道歉 解释要丢慈恩的 一不小心丢歪了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C等级五逆A等级 短发女健壮立刻薅住秀智的衣领 但游戏规定只有等级的人允许 其他等级的人才能动F等级的人 秀智告诉短发女自己不是F 而她也不谁 毕竟制定规则的人可是高等级的人 夏琳听后命令短发女松手 而秀智叮嘱慈恩 答应她的是自己一定会做到 秀智征求夏琳的意见 毕竟大家都在看她的脸色形式 夏琳强压心中的怒火 表示自己只是班级中普通的一员 这里要注意 练习生和班长全程都看在眼里 秀智冲动过后多少有些后悔 没过一会慈恩找到了她 慈恩觉得她是不是为了自己才出的头 秀智觉得与其让别人决定自己的等级 不如亲手除掉这个游戏 所以这一次二人真心地合作了 紧接着她俩找到圆眼镜 圆眼镜透露他们班以前不是这样的 一年前的一天笑爸提议玩个游戏 而夏琳什么都没说 起初是给值得感恩的人投票 并给予一定的特权 比如说不用值日 不需要排队打饭 慢慢的那些特权开始变质 高等级的人愈发地看不上低等级的人 逐渐地演变成只要比自己等级低 无论是谁都可以欺负 到最后增加了一个F等级 之后便有了孤立F等级的规定 只要有允许才能欺负他们 而第一个成为F等级的人就是有力 几个月后她退学了 此外秀智得知慈恩也收到了那段视频后 立刻找到班长 猜到发视频的人就是她 班长也没瞒着 直言原视频只有A等级才有 秀智不明白为什么帮自己 其实班长不想看到有人因游戏被迫拍下脱衣服的视频 还有一点秀智不明白 制定保护F规则的人是班长 只要铃声响起就不能继续欺负 是想阻止事态恶化吧 如果是那样希望她能帮个忙 秀智想组建一个D等级联盟 然而班长却觉得这个办法太平常了 凭什么认为她一定会帮忙 她完全没有要改变现状的理由 更没有使其如今的地位和权力得到改变 班长索性说的更明白一些 她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圈子 此外她劝秀智慎重些 因为高等级给D等级的东西会更多 而D等级的人与高等级的人之间多少都有些关系 班长前脚离开教室秀智后脚就跟了出来 恰好被夏琳和校爸给看到 通过班长的提醒 秀智终于明白 为什么每一个同学都会认同这个游戏了 因为这些人的父母都有关联 所以不能肆意地反抗 原来当年提出游戏的人就是夏琳 她希望班级有等级制度 而班长本不想参与 奈何被夏琳给讽刺了一番 她是有资格成为才玩的 秀智的计划是召集D等级的人上升为C等级 只要是人就会心动 抓住他们的这个心态 此外一个人最多投五票 经过计算 C等级最少要得五票 现在三个人再加上D等级的两人 互相投票就能满足条件 如此一来五个人都能成为C等级 那样C的人数就会比D多 金字塔形就会变成脚向下的正方形 游戏也会结束 于是秀智在办公室偷拍下了同学们的资料 将从里面找到两个适合的人选 他们把第一个目标放在了齐刘海的身上 然而进展一点都不顺利 秀智仔细研读了这个人的资料 分析出他的自尊心很强还爱显摆 且有征服欲 比起自己C的等级 反倒是慈恩D等级更适合 然而就在慈恩准备行动的时候 秀智发现齐刘海在厉害得势上有顺从倾向 他猛地意识到说服他加入的办法应该是失败了 拼了命地给慈恩打去电话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果不其然慈恩刚登过去 就看到夏琳在等着他了 秀智恰好看到离开的齐刘海 他不停地回头张望 顺着方向寻去 果然夏琳和慈恩都在 秀智若无其事地上前打了个招呼 然而夏琳挑明在等他 原来几天前这人就拜托过齐刘海 如果秀智让他觉得有负担感 请务必联系自己 所以齐刘海向夏琳咨询了烦恼 说什么秀智这段时间一直套近乎 慈恩还跟踪他 然而印象中的慈恩不是这种人 那就一定是秀智指使的 听到这话 秀智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 没想到夏琳换了敷面孔 邀请他作为同桌 那样的话二人的关系应该比慈恩还好 秀智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一听到这话 夏琳露出了真实的面目 质问了解慈恩和圆眼镜多少 别以为二人会像他那样 也别当同学们是愚蠢的妻子 不信的话就走着瞧 此时距离第15次游戏还有14天 当圆眼镜得知夏琳知晓的计划 他简直要吓死 直言对秀智很失望 还装得很缜密的样子 总之他承受不住了 然而秀智此时担心的是 同学们早就对游戏产生了耐受性 知道高等级的给予的更多 眼下最重要的是得重新想个办法 在圆眼镜又一次被欺负后 披肩发主动找到了他 一边展现出关心的同时 一边挑拨三人团体的关系 没想到这招还真奏效了 实际上挑拨的话 全是夏琳交代他那么说的 这里有一处细节 率替喝了练习生喝过的饮料 而夏琳似乎知道 这两个人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许以此威胁了其中的谁 目前尚不可知 凑巧秀智也看到了 在结合这些天的所见所闻 他大概猜出个七七八八 不过经历了齐刘海事件后 他决定还是得慎重一些 再加上慈恩透露 他和退学的有力是朋友 圆眼镜记得这俩人一起转学来的 刚到学校慈恩就是F等级了 怀疑遭到了有力的背叛 秀智很想知道夏琳选 他们两个进这个班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一段哨声传来 秀智示意慈恩不要管 就这样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圆眼镜被戴出去 其实等级的三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看上去的好 夏琳很讨厌身边的人有朋友 校霸总是被爸爸打 而聪明的班长有个利益熏心且控制欲极强的父亲 这天新来的宇文老师发现了 独自躲起来哭泣的圆眼镜 他向同学们提出了帮助 这句话让秀智回想起被班主任殴打的情形 他不再敢相信这栋教学楼里的任何人 哪怕是眼前这个目光坚定的宇文老师 便礼貌性地道了别 秀智质问圆眼镜为什么扯老师进来 然而上次的事儿不见让圆眼镜对他失去了信任 总之二人大吵了一架 这之后秀智成功地策反了富有正义感的大高阁 下一个目标则是酷爱追星的四六分 当晚放学秀智和慈恩聊起了圆眼镜 其实二人都知道他人不坏 突然慈恩贴见便利店店员正向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而他也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了 没过一回 店员偷拿了教室里的一个什么东西 刚要离开却发现被秀智给堵住了 秀智得知店员就是有力的哥哥 并且把他堵在了教室 如今有力不敢踏出房门半步 终日淹没在恐惧之中 店员立即向秀智袭击 视频电话突然中断 慈恩立刻向班级冲去 原来走廊里保安正在巡逻 店员担心被人发现所以才会扑倒秀智的 秀智猛地回忆起曾见过店员敲击代码 再加上现在的行为 推测他是个黑客 店员索性坦白他来这的目的是金字塔游戏 想弄清楚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 恰好这时慈恩冲进了班级 事后秀智决定将店员拉进计划中 因为只有一个大高个还远远不够 况且还没掌握率涕和练习生的具体把柄 再加上距离下次游戏的时间没剩几天了 所以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同学们的弱点 之前拉拢齐刘海是想利用他黑客的技术 现在可以让店员代替齐刘海盗取 第二天秀智主动找到店员 先是关心有力现在过得怎么样 然后坦白他是这场游戏中的受害者 若想知道妹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要不要考虑加入自己这边 距离游戏还有十天的时候 店员发来了四六分手机内的私密照片 原来这个人表面是追星组 实际却是个偷拍女运动员的变态 秀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与慈恩商量 如果拿着这些照片去威胁四六分的话 他大概率会被迫加入 然而慈恩想了想 提出由他去说服四六分 秀智没多想就同意了 当晚店员还挖到了高马尾的弱点 原来夏琳一直在使用他的画作参赛 并支付一定的报酬 凑巧二人的谈话被秀智给听到了 便立即询问高马尾的社交的动态有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 慈恩找到了正在偷拍的四六分 完全没有任何技巧 靠着脸皮后死缠烂打的跟随 但依旧没能感动四六分 几分钟后 四六分在偷拍的时候 被一位壮姐当场抓了个现行 眼看就要挨揍之际 慈恩突然来了个美女就美女 而四六分本身就喜欢强者 经历过此事后 她彻彻底底地被慈恩给折服 而班级里的圆眼镜依旧过着被欺负的日子 秀智想冲上去解围 但又不能扰乱计划 只好来到卫生间 趁着没人安慰圆眼镜 至此二人的心结彻底地解开了 同时慈恩带回来一个坏消息 她没有利用那些照片 所以拉拢四六分还没有进展 当晚店员告诉秀智 她不仅查了高马尾的动态 还黑了比赛网站 什么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 只有一条会长奶奶会对孙女瑟瑟发抖的小道消息 秀智听后让店员挖出中分的弱点 夜里店员就把消息传了过来 此时距离游戏还有两天 游戏的前一天 学校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家长公开课 出人意料的是慈恩竟然真的说服了四六分 四六分给了一个忠告 不要小看夏琳 并知道有利为什么背叛慈恩 因为她亲眼看到这人把有利关了起来 夏琳可是很懂怎么操控同学的 如今的情况是秀智三人加上说服的三人 让帝等级联盟变得有希望 此外她还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 另外一边 秀智的爸爸应邀参加公开课 可其他的父母看到她的肩上只有两颗花 就露出了鄙视的目光 甚至没人和她打招呼 突然宇文老师走上前来 故意提高了几个分贝 恰好校长一伙走进教室 与此同时秀智找到练习生 猜到她看似总帮自己 实际上是厌恶游戏厌恶夏琳 因为那个人掌握了练习生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就是帅体 原来帅体和练习生是要好的朋友 练习生也不废话 问她想得到什么 结果秀智让练习生下次成为F等级 原来秀智知道练习生所属的公司很大 并且加进殷实 如果她来当F等级 那么没有同学敢欺负她 秀智想要破坏游戏规则 而练习生想看到夏琳出球 宇文老师这边 当着所有家长和校领导的面 告诉秀智的父亲二年五班正在经历霸凌 因为秀智查到练习生是唯一反对游戏的人 而自己的计划就是让他们自己玩这个游戏 然而练习生虽然觉得计划听起来很不错 但表示仍需考虑 毕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压在她的身上 就在这时班级所有人都收到了中分发来的消息 这人指控遭受到了秀智的威胁 目前唯有一死才能够彻底的解脱 二人看后立刻向着班级冲去 班级里的中分手上拿着一把美工刀 似乎在故意等所有同学都到现场似的 狠了狠心对着手腕就滑了下去 很快有人用钥匙打开了班级的门 冲进教室关心中分为什么这么傻 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然而伤口只有一公分不到 当秀智赶到教室时 所有人的怒火一下子全部都汇聚到了她的身上 毕竟有位同学因为她做出了极端的行为 夏琳第一个质问秀智为什么要威胁中分 并提示这次是她的失误 与此同时 实习语文老师向秀智的父亲揭露了霸凌事件 推测她的女儿似乎也是受害者 家长们听后不禁地担心起自己的孩子 老师建议去亲自确认一下 此时同学们正在指责秀智 而这正是夏琳的计划 中分手腕上的伤和慈恩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嫁祸的办法用了不是一次两次 之前四六分就提醒过 夏琳善于抓住同学们的弱点提升等级 可以理解成恩威病失 但秀智拉拢的办法更像是威胁 只有鞭打没有给予好处 而这正是失误的地方 原来中分收到了秀智发来的把柄后 就立刻通知给了夏琳 急于寻求掩盖的办法 而夏琳在询问过中分的等级后 一把拉起了她的手 编排了被秀智威胁想要自杀的戏码 夏琳通知秀智这一切还没结束 话因为落家长们就来到了班级 所有人一下就注意到了受伤的中分 然而遭受了欺负的人 此时却成了失害者 夏琳想要给家长们看到的正是如此 没有人想要让自己的女儿和不良少女在同一个班 秀智的父亲也想要个合理的解释 就在这时夏琳出面解释 秀智刚融入集体和朋友发生误会很正常 提议女孩子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得好 并得到了作为学校董事长母亲的同意 镜头一转 家长们全部站在班级门外 因为秀智违反了游戏规则 在没有等级的允许下欺负了非F等级的人 所以得进行惩戒会 校霸提议没收她下次的投票权 实际上幕后主使就是夏琳 如果惩罚达成的话 那么辛苦创立的地等级联盟也就散了 也就是说秀智的反游戏计划将会彻底失败 夏琳提议大家投票决定是否没收投票权 毕竟是全班25人的游戏 门外的宇文老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认为秀智看上去像是在接受公开处刑 而大人们却在袖手旁观 她刚想冲进教室却被夏琳的妈给拦了下来 并威胁如果打开这道门 自己绝对不会放过秀智的 最终结果21票赞成 班长宣布明天的游戏秀智没有了投票权 解释惩罚不代表是F等级 虽然无法投票 但可以获得票数 实际上秀智留了后手 她并没有真的失败 事后校长对着宇文老师大发雷霆 毕竟南朝显向来不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一个实习期都没过的实习老师又能有什么办法 经历了假自杀事件后 原本被威胁过的同学纷纷退出了D等级联盟 秀智意识到自己的方法错了 慈恩的拉拢策略才是对的 但奇怪的是用什么办法威胁了谁 夏琳为什么总能一清二楚 紧接着夏琳号召家长们一起参与游戏 声称是学生们一起研究的学习成果 简称为金字塔游戏 规则就不赘述了 没想到的是夏琳的妈妈第一个提出了反对 然而就在这时 白岩集团的掌舵人 夏琳的外婆突然出现 并公开地支持了外孙女的游戏 很快得票结果就出来了 秀智顺理成章的一票没得成了F等级 这跟公开羞辱没什么区别 所有家长立刻远离了秀智的父亲 而作为军人的他认为 在任何的地方都有等级的存在 当然学校也不例外 而学校就是社会的缩小版 在社会中的人们必须遵守各自的等级 可秀智却质问父亲 就算F等级的人被折磨得要死了 还要遵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吗 夏琳话锋一转 声称只是个游戏而已 秀智清楚让中芬演戏使自己陷入困境 又在家长的面前让自己成为F等级 就是在发出警告他有这个能力 如果不想发生以上的事必须沉浮 但秀智下定决心摧毁金字塔游戏 放学以后 夏琳不明白是谁教秀智把D等级的人聚在一起 说吧看向了班长 原来秀智还有B计划 那晚店员在班级黑板正上方安装了个摄像头 恰好这时练习生找到了他 当晚夏琳发出指令 明天的游戏让慈恩成为F等级 与此同时秀智在离开便利店时盯着店外角落的监控 他想到了办法 第二天练习生故意挑衅了夏琳 那天他与秀智商量过想要粉碎金字塔游戏的办法 因为公开课上家长们参加了游戏 严格意义上算是违反了定下的规则 练习生想知道贵为等级的人会不会受到惩罚 可讲出去的话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原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粉碎夏琳第一的形象 秀智推测这样的挑衅他是不敢乱发火 毕竟练习生在班里的地位 不说人见人爱也是车见抱胎的存在 所以从现在开始按照自己说的做就行 夏琳问大家有人认为我泄露了游戏吗 还未等同学们回答 练习生立即抢过话茬 这么问谁敢置身啊 大家都怕得不行了 于是提议来场不记名的投票 率递听后第一个赞成 小迷糊也随声附和 但笑霸和短发女立刻提出了反对 然而练习生认为秀智违反了规则就失去了投票权 那么也得适用于夏琳才公平 拥有绝对自信的夏琳同意了练习生的做法 然而投票结果却打了她的脸 认为违反规则的人数恰好多出两人 也就是说她失去了投票权 反游戏计划的下一步 取消原定练习生成为F等级的策略 反而要趁机成为等级 因为秀智算过只要三人组加上四六分的票数就可以实现 能把班里的同学召集起来 并与夏琳抗衡的人只有练习生一人 丝毫不知情的夏琳 看到匿名投票结果简直要气死 下午的体育课 秀智让慈恩把票投给练习生别投自己 她已经跟其他人打过招呼 这一次定要粉碎等级制度 然而最后一节课之前 小迷糊发现练习生上了新闻 内容是家里为了让她出道 贿赂学校盖了栋体育馆 然而帅T一下就反应过来 肯定是同学们谢的命 因为出资盖体育馆的事只有班里的人知道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举报的人是退学的有利 而他似乎和练习生是好朋友 痴迷的程度比私生犯还严重的那种 这时胖同学开始阴阳怪气 暗讽练习生和帅T的关系不一般 绝对不是简单的友情 帅T听后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抬手就给了胖同学一嘴巴 因为等级的关系 胖同学虽然吃了憋但又不敢反抗 帅T没打算放过胖同学 骑在他的身上狂抽十几个耳光 突然慈恩站了出来 制止了殴打的行为 然而目睹全程的夏琳更加地讨厌慈恩了 于是他淡淡地提醒 新闻上的照片好像是在班级里偷拍的 被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依照拍摄角度寻找偷拍的人 然而夏琳却看向了身后的秀智 因为她知道班级里有监控 虽然秀智知道照片是中分偷拍的 原来店员发来关于这个人的把柄 是一个黑练习生的账号 账号的主人就是他 但依照现在的情况公开真相也没人会信 夏琳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经过帅T的不断寻找 她发现了黑板上的监控器 眼看秀智就要背黑锅的时候 练习生对帅T就是一巴掌 她试图用这个办法转移同学们的注意力 但夏琳提醒看看里面的内容就知道是谁放的了 因为违反这条游戏规则的人 将会受到最高顶格的处罚 她自认为胜券在握 而秀智也没有应对办法之际 实习语文老师突然闯了进来 宣布东西是她的 因为觉得班级气氛有问题所以才会安装 然而夏琳表示不信 老师没有理会她 一把夺过监控器 丢在地上就踩碎了 可一转头就被学校给辞退了 其他的老师均指责她胆大包天 别想在业内混下去了 实习老师质问这些人 对于欺负的行为真的一无所知吗 什么职业生涯 什么混不混的下去都不重要 因为感觉到了失职 她慷慨激昂地发言 唤醒了另一名老师的良知 实习老师离开时遇到了秀智 她非常的惭愧 没能帮上一点忙 原来向家长检举有欺负行为后 她就被叫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然而办公室里只有夏琳一人 她威胁老师还是好好上课吧 不然的话就转不了证 实习老师写了一个号码 叮嘱秀智需要寻求帮助的话 可以打给自己 游戏开始前 秀智将慈恩和圆眼镜叫到了天台 问是圆眼镜泄露的吧 原来当夏琳提起照片是偷拍的 秀智观察到圆眼镜没有表现出惊讶 那是只有知道摄像头在那里 并且了解夏琳知道此事才有的反应 秀智没有怪圆眼镜 只希望她今后别再来天台了 其实慈恩已经猜到 秀智让自己别投票给她 是想成为F等级 然后被欺负时故意让摄像头拍到 可如今到了这个地步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很快第15次游戏开始了 投票结果出了点小意外 本次游戏没有出现F等级 迎新意外地成了尊贵的A 看她的表情似乎要为曾经遭受过的进行报复 而笑败意外地从未降位了B等级 与此同时 有力哥将投票的详情发给了秀智 得知结果的夏琳气不过 恶狠狠地转头看向了慈恩以及旁边的秀智 原来慈恩没有听秀智的 联合圆眼镜投票给了她 而秀智洞察了夏琳的计划 夏琳想把慈恩变成F 想要摧毁游戏必须先阻止这一点 所以她让练习生把票投给三人团体 降低率T的等级 这一次是夏琳彻底地输了 第15次游戏没有出现F等级后 秀智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拉拢其他同学不能像夏琳一样逼迫他们 而是得和慈恩那样建立朋友关系 于是便向冤枉自己的中分真诚地道了歉 还与背叛了团体的圆眼镜打了个招呼 因为班里没有F等级了 因为她基本全票 再加上夏琳说过是大家的游戏 所以秀智认为多数人同意应该就可以了吧 秀智通知 同意解除游戏的人可以任意行事发信息给自己 当然也包括夏琳 然而在夏琳的眼里 向朋友道歉和朋友打招呼迟早要遭到背叛 所以她让齐刘海将投票详情给自己 随着等级的改变 曾经关系比较亲的校爸短发女和班长之间产生了裂痕 相反曾经的迎新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居然吩咐校爸和班长帮她买东西 然后表现得和夏琳格外亲近的样子 奇怪的是夏琳默认了 这让所有人都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迎新从一开始就听命于夏琳 以此获得相对安全的等级和必要的考试内容 另一边 反游戏团体成员正式稳定 店员一眼就认出练习生是妹妹墙上贴的那个人 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反倒是练习生主动承认自己曾是旁观者 不过这次她不打算再那样了 然而没有一个同学联系秀智 练习生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秀智则要拉夏琳下马 第二天的大扫除 秀智喊住了想要离开的夏琳 让她负责打扫多功能事 毕竟大家都是同学 不出所料的迎新提起了等级的事 而这正需要同为等级的练习生出面 秀智提醒大家 一等级的人也在打扫 练习生顺势接过话茬 让迎新不要生气 校爸丢过书包让秀智适可而止 秀智让校爸认清现实 她已经不是可以施报的等级了 而且打扫个卫生还要分等级搞特殊 该不会受到了夏琳的指使吧 一等级要是拿起扫把会上面子也推小气了点 此时已经有不少同学觉得秀智说得对 原来齐刘海并没有将投票数据给到夏琳 她有一个程序员的操守 关键是软件是在被羞辱后才不得不做的 当天下午放学 秀智去了慈恩的家这里 开门时有很大的摩擦声 二人聊了很多 秀智好奇慈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夏琳 原来这俩人在读小学之前就是朋友了 但为什么闹到如此地步她没有讲 次日还是没有同学联系秀智 计划散布一些关于慈恩的传闻 很快同学们之间开始疯传 慈恩一直是F不是因为人品不好 而是投票时遭到了背叛 练习生也潜移默化地拉近她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夏琳的目的就是将慈恩定在F等级上 那么团体的做法就必须与之相反 同学们纷纷猜测会是谁背叛了这么一个平凡且单纯的人吗 班里经常会出现以高等级命令低等级做事的行为 慈恩总是会出面帮忙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她的眼中大家是朋友 随之口风开始慢慢地变好 然而这不是夏琳想看到的 她立刻驱车来到了一个地方 也就是慈恩生母居住的县城 另外一边 秀智的父亲通知她的升迁调令下来了 女儿得随时做好转学的准备 也就是说她可以在这场游戏中抽身离开 但那样做的话真的能安心吗 不过计划的第三步还是要进行的 上课前练习生征求意见 如果下次投票还没有F的话 就把一等级的权限也取消怎么样 因为没有可以欺负的人选 一等级等同于摆设 并且让笑霸圆脸蛋和短发女向慈恩道歉 毕竟违反了游戏规则 秀智立刻补充 亲眼看到以上三人在器材室对欺负了她 就在这时夏琳突然转头看向秀智 叮嘱练习生下次肯定会出现F等级的 并且承诺如果下次游戏中没有F的话 就取消等级的权限 听到这话 秀智有些误会 她觉得就算自己赚了血 这里的同学也能团结在一起了 当晚慈恩的母亲告诉她 昨天夏琳去看过自己 结果第二天她就旷客了 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 晚上回家的路上 秀智意外看到某军长拿了很多贵重的物品 而物品都是白岩集团的 她留了个心眼假意上前帮忙 实则记下了军长的名字 回家就立即翻找父亲的调令 凑巧的是调令上的批准人与军长的名字一致 这也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夏琳斩钉截铁的承诺会出现F等级 以及为什么解脱的是自己了 她立刻给夏琳打去电话 接通后传来了熟悉的摩擦声 也就是说这人现在正在慈恩的家 与此同时夏琳挂掉了电话 责怪慈恩忘记了很多事 而那正是欺负她的理由 说罢便用火去烧慈恩的手 就在这时秀智赶到了这里 她痛恨以赴三代的背景 玩这种变态的把戏 就为了不想让人妨碍金字塔游戏的进行 害得自己都不想转学了 并提醒夏琳没那个本事把她转走 然而夏琳却告诉她 因为慈恩的关系 金字塔游戏是不会结束的 至于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她自己都不能确定 于是秀智决定不转学了 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她留下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慈恩 于是二人来到便利店 虽然监控被删除了 但店员搜集到了很多音频文件 打算利用外网向南朝鲜进行公开 那样就不会被追踪到 不过她有些担心 一旦公开了音频证据 秀智可能会变成自己妹妹那样 然而秀智坦言就是不想变成那样 才选择爆料的 因为她知道地位越高的名人 越害怕被举报 另外一边 夏琳已经对班长表现出不信任 就连盈兴也敢对她进行嘲讽 这让班长意识到了危机感 此外 盈兴建议事事后控制班上那些傻瓜了 夏琳觉得她说得对 决定就选在体育考试评分吧 与此同时秀智堵住班长 表示刚才二人拿错了手机 原来她无意间得知 中午夏琳一伙叫班长过去 于是故意将手机给调包了 班长听后若有所思地交换了回来 结果里面没有录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下午体育课考试准备阶段 迎新特地通知秀智今天的考试绝对非常精彩 原来夏琳安排了体育老师出差 考试将由躲避球代替 负责宣布的迎新请大家放心 班长将严格记录考核分数 至于规则很简单 在规定的20分钟内拿到6分的人极为满分 其中在金字塔游戏中等级最低的人站在中心当作靶子 其余的同学按照等级站在外圈 说白了就是利用集体处罚的方式代替考核评分 最重要的是靶子包括了秀智 变相地将D等级的人当作F等级的人来欺负 夏琳想看到的是为了考核分数 一旦开始攻击弱小或者D等级的人 反游戏团体建立起的友情尊重互相帮助将瞬间化为乌有 然而这难不倒秀智 他立刻给练习生发了条短信 练习生看过以后申请了暂停 表示自己也是等级 为什么做决定的时候没通知他 便按照短信的内容提议 将靶子全部换成D等级的人 打中他们就能获得1分 打到票数最少的D等级则获得3分 这让原本处于安全的D等级的人产生了严重不安 原来秀智记得得了2票的D等级就有12人 绝不能让他们成为得了1票的失害者 银星猜到是为了阻止全部人攻击得票最少的人 但他又不能抵撞等级 待看出夏琳的想法后 便果断地同意了练习生的建议 很快考核即将开始 秀智又在反游戏联盟里发了条短信 随着哨音响起 获得1票且站在最中间的4个人逐渐地紧张了起来 起初外围的C和B等级的同学谁都没有先动手 夏琳不耐烦地看了一眼笑霸 笑霸仿佛得到了某种指令 用力地将球丢了出去 瞬间体育馆里乱做了一团 有为了得到分数杂弱者的 还有于心不忍丢向朋友的 反倒是帅剔 虽然是靶子但反击有力 就在这时远眼镜捡到了排球 他没有打任何人 而是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渐渐地游戏斗争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的攻击都瞄向了摔倒的圆眼镜 就在这时慈恩挡在了他的面前 班长宣布慈恩扣两分 而一旁的秀智捡起排球 没有野蛮地丢出去 身后的练习生也是如此 还有不远处的四六分 原来秀智刚才群发的计划 第一步就是拿到球并且立刻停止攻击 所有同学都不知道这几个人要干什么 突然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了 秀智慢慢地靠近其刘海 轻轻地用球碰了一下他 班长宣布有效 累计获得三分 秀智可以说将规则利用到了极致 就连夏琳都找不出破绽 校爸气得一把夺过练习生手上的球 砸向了最近的一个同学 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彻底地让夏琳失去了明星 慈恩见状捡起地上的排球 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刚才被砸的同学 随着班长宣布得分 所有人都意识到并非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而校爸不仅以下犯上 还让原本夏琳想看到的局面向着秀智他们倾斜 至此体育馆内开始相互传球 用最温柔的方式获得本就属于他们的学分 这一刻女孩们似乎真正地体会到了同学的含义 夏琳健壮简直要气死了 难道惩罚慈恩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就要瓦解了吗 体育课结束以后 大家纷纷感谢以前不受待见的慈恩 而秀智终于收到了同学们的信息 想要了解并解除金字塔游戏 当天晚上 夏琳故意找帅剃和练习生的麻烦 为了保护好朋友 帅剃直接跪了下来 这让练习生更加的痛恨夏琳了 与此同时 因为夏琳欺负了校爸 校爸的好友向班长寻求帮助 班长也没瞒着 坦言里等级内还有个金字塔存在 而小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夏琳 如果给他投票的21人中有9人背叛了他 那么达不到等级的话游戏也就作废了 然而概率为512分之1 另外一边 秀智收到了夏琳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他的父亲与白岩集团董事长握手的照片 话里话外都透露知道有录音这件事 原来班长把秀智的手机丢到了夏琳的脚下 目的似乎是为了留在塔尖内 但手机里什么都没少 这时夏琳又发来一个文档 上面的内容是 为了财阀人脉让女儿入学 指导掩盖下的某军人的不正当行为 也就是说秀智的父亲接受了白岩集团的贿赂 秀智立刻找到店员 亲手删除了录音证据 第二天 学校举办了三天两夜的严学 路上的气氛很微妙 率踢不理练习生 反倒是跟在了夏琳的后面 而秀智自从得知父亲受惠后总是提不起精神 在几人之外 远远竟想重回小集体却又觉得对不起大家 失去夏琳庇护的短发女开始被人欺负 她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怎么都咽不下 严学的第一站是海边 不断地有同学向秀智打听摧毁游戏的办法 四六分觉得是好事 看来明星已经动摇了 只有练习生看出来秀智似乎有心事 再加上说好公布的录音却迟迟不见动静 秀智解释想要推迟公开 不清楚是不是与昨晚的事有关 就在这时夏琳看向了她 原来半个小时之前夏琳在卫生间堵到了秀智 问她被同学们背叛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后悔没早点转学 现在逃的话还来得及 秀智不明白她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 紧接着练习生收到一条信息 立刻就跑了出去 慈恩刚想跟上 恰好有同学叫她帮忙拍照 她是不会拒绝的性格 虽然耽误了正事 但却获得了同学们的好感 原来教练通知练习生帅剃放弃了游泳 她得知后非常生气 然而夏琳立刻解释 都是因为自己帅剃才做了那样的决定 然后当着练习生的面拍得下帅剃的肩膀 看得出夏琳是故意这样做 目的就是让练习生有危机感 镜头一转 夏琳把四六分偷拍的照片丢在地上 此外还打听到她的哥哥即将面试 好心透露面试官可是白岩集团的顾问 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 下午的潜水练习 所有人都围坐在泳池边等候 突然有人在背后推了夏琳一把 她扑通一声掉进了泳池里 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沉到了水底 众人听到呼救声 慈恩第一个跳了进去 紧接着是率涕 幸好发现得及时夏琳这才获救 这里注意 班长拿了两个毛巾回来 却发现夏琳和慈恩已经披上 班主任姗姗来迟 大呼小叫地关心夏琳怎么样了 然而夏琳走到她的面前命令安静一点 并踩着她的脚 这是全班同学第一次见夏琳如此的失控 事发之后 班长问短发女为什么那样子 原来她刚刚推人的时候 秀制和班长都看到了 傍晚学生们来到酒店 慈恩热情地帮同学们递行李 使得班长都对她刮目相看了 因为大家关系变得特微妙 所以分房间成了一个难题 最终老师决定五个人一个房间 刚好五间房就能搞定 在躲避球时被欺负的四人组成一队 站在塔间的四人一组 夏琳没叫笑爸的朋友 特地喊了帅T一起 最后还有三人没有站队 分别是短发女 嘟嘟嘴和圆眼镜 短发女极不情愿地凑到了同等级的房间 而圆眼镜被受欺负地叫了过去 这个嘟嘟嘴自己跑向了主角团 然而大家都特别烦这个人 因为嘟嘟嘴是害慈恩变成F人 嘟嘟嘴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 哪有人愿意与好朋友绝交 可班里的这个情况谁不做墙头草 换做任何人都会做出一样的决定 其中也包括慈恩 恰好二人的谈话被当事人给听到了 当天晚上齐刘海主动找到秀智 感谢躲避球中的帮助 其实他非常的直率 把创作出来的PP当成了孩子 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孩子被侮辱 所以他想加入主角阵营 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说 研习的第一天晚上 有几个经常被欺负的同学来到主角团的房间 大有一副想要支持摧毁游戏的样子 但胖妹看出秀智似乎有些不高兴 其实她一整天都在想录音文件的事 给人一种已经删除了的意思 就在这时店员发来一条短信 告诉她的选择没有错 原来那些音频证据并没有删除 另一边银星总是戏耍笑霸 笑霸气不过一把薅住了她的衣领 但碍于等级和规则 扬言毕业后就收拾她 然而银星挑明 就算毕业金字塔游戏也会继续 因为夏琳才是主导者 与此同时短发女找到夏琳 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惩罚自己 甚至连提都不提 原来短发女推夏琳下水时 二人恰好四目相对 也就是说夏琳知道是她推的自己 然而夏琳表示她不是自己最讨厌的 所以不用担心她会成为F等级 说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 紧接着慈恩就接到了夏琳的电话 她硬邀到地下车库一看 发现这人把妈妈带来了 在妈妈的印象里 二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夏琳立刻凑了上来 表示今后一定要联系才行 实际上是在威胁慈恩 送走了妈妈以后 夏琳一脚踩烂了她特地带来的草莓 警告眼前这个曾经的好朋友 最讨厌那副假惺惺替别人着急的样子 以至于想要杀了对方 此外夏琳还透露 秀芝为了保护父亲已经被判了集体 这样的感觉怎么样 夜里秀芝睡不着 打慈恩的电话发现她没带 于是就在花园里散心 恰好遇到了同样郁闷的慈恩 第二天一早学生们要真人CS对战 迎新突然宣布最近班级的秩序很差 大家真的很受苦 全都是因为没了F等级 所以在等下的团队战中改为个人战 被狩猎三次以上的人将接受惩罚 可是会很重的有 秀芝知道颁布命令的人是夏琳 随机游戏正式开始 没人想受到惩罚所以非常的认真 突然大家收到了班级内发来的消息 没过多久 谨慎的帅剃就中了一枪 打她的人正是练习生 然而话音未落 练习生就被击中一枪 紧接着身后又中了一枪 眼看她就要三枪出局 帅剃猛地响起银星说的惩罚加重 以及同学们提到过 最重的惩罚是退学和当众脱衣舞的消息 她一把拽住练习生 然后死死地护在身前 任由子弹如雨般地落在自己的身上 另外一边慈恩也被夏琳打中一枪 与此同时 秀芝被短发女给偷袭了 她迅速找了个掩体躲了起来 短发女认为自己变成现在这样 全都是秀芝他们害了 原来同学们收到银星的消息 让他们围攻反游戏联盟的人 最终秀芝恩4-6分 帮练习生挡子弹的率体 和游戏前与嘟嘟换了马甲的圆眼镜 成为了游戏的输家 银星提议在他们中选一个当F等级 夏琳呼吁只有选出了F等级 大家才能安心 因为不知道谁什么时候被选为F 她这一手非常的狠 同学们变成了安全的旁观者 为了自保必定都会举手投票 事实如同夏琳想的一样 就连昨晚的胖妹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接下来的规则很简单 五个人必须告知彼此犯的错 每说出一条就会得到一枪彩蛋 当彩蛋用完游戏随之结束 说出秘密最少的即为F等级 如果全都选择不说 那么五个人便全都存活 银星认为这样的概率几乎为零 原来主角团在游戏前收到了夏琳的信息 告知朋友背叛了他们 这人想看到的就是四分五裂的背叛 不过夏琳低估了几人的友情 原眼睛对着自己扣动扳机 承认背叛了朋友们 原来昨晚主角团都睡不着 在花园里偶遇了 四六分坦白被夏琳威胁 但她从小被哥哥打到大 甚至有一次差点失明 所以八步的哥哥身败名裂 而练习声也挑明 率递轻易地放弃了梦想 实在不配当自己的朋友 至于秀智和慈恩 大家让二人不要在意 错的不是他们而是夏琳 所以不必因为什么感到愧疚 至此秀智明白这是一个背叛 就一定会毁灭 但合作会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心理游戏 紧接着大家学着她的样子 将枪对准了自己 囚徒困境在五个人的欢声笑语中 俨然转变成了释放青春友情的嬉闹 夏琳健壮面如死灰险的特别的生气 旁边的迎新意识到不对劲 挑拨笑把赶快做点什么 然后这个愣头青指着圆眼镜 扬言今天非要教训她 率踢立刻挡在二人的中间 提醒不能欺负不是F等级的人 于是两人打了起来 主角团几人立刻上前抬起栅栏 没想到率踢的腿已经被刺穿 栅栏上的钉子还在滴血 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很快她被送进医院 班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她当校长的姑姑 经医生检查伤得很重 然后校长又转告给了夏琳的妈 这人最先想到的是必须得保密 无论学生还是老师 任何人都不得外传 此外她记得帅踢应该是学校资助的特长生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与此同时 校爸反应过来被迎新当成了枪势 嚷着要找夏琳说理 旁边的朋友让她冷静点 声称夏琳不会帮忙应付她残暴的父亲 然而校爸让好友认清身份地位 区区一个司机家的女儿也敢多嘴 别以为一起玩就是友情嘛 她只是一个小跟班 另一边 迎新听说帅剃伤得很重有些担心 毕竟没有A等级的允许B等级 伤害了非F等级的人 所以她提议干脆取消游戏 改为直接的霸凌 当然见不得光的事还是她来做 然而夏琳不同意 坚持必须得是金字塔游戏才行 原来她小的时候 老师教给孩子们的就是金字塔游戏 并且宣布给玩得好的小朋友发奖品 而玩得不好的会受到惩罚 结果夏琳遭受了其他同学欺负 期间欺负她的人还嚷嚷只是个游戏 而当时慈恩就在旁边 不知道做了什么得罪了她 与此同时 原眼镜重新被主角团接纳 还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到摧毁游戏的队伍中 其实秀智已经筛选过 刚刚没有举手赞成的只有大眼睛和齐刘海 当晚班主任依照上头的吩咐 对同学们宣布针对率涕受伤事件 任何人不得以各种形式外传 说白了就是彻底掩盖丑闻 秀智知道班主任没有这个权利 全都是在场同学们的父母施压的结果 学校商讨后决定 罚校爸打扫两个月的卫生间 班主任不仅以游戏推脱 甚至嘲笑秀智过于认真 就在这时练习生收到教练发来的短信 率涕伤到了骨头不能再做运动员了 恰好一旁的校爸叫嚣 要让家里的保姆替他打扫 练习生再也忍受不住 薅着校爸的头发发泄着心中的情绪 旁边的班主任非但没上前阻止 还扬言要扣练习生的学分 那样的话小心不能出道 秀智想起校爸的种种恶行 静止地来到练习生的面前 表示由他送校爸回房间 其实心里已经做好了教训这人的打算 旁边的夏琳健壮 立刻在班级群里发了条消息 内容是A等级通报 将会对校爸进行惩罚投票 因为就算他死也不会放弃金字塔游戏 第二天慈恩陪练习生看忘了帅体 他瞬间就觉得都是自己害的 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愧疚感 回到学校 秀智开始分析每一位同学 看谁加入团体的概率最大 然后在他们的书桌里留下字条 内容是倘若可以匿名 要不要一起推翻游戏 等熬到放学再一张一张地收回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都答应了 与此同时 普通班开始流传帅踢受伤的始末 国家候补游泳运动员被校爸打至残疾 但网络上没有相关的报道 第二天 就在迎新主持校爸的惩戒投票时 班主任突然闯了进来 原来学校临时决定让他强制转学 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冲进办公室 当着班主任的面把女儿好一顿毒打 因为率递受伤事件让父亲损失了好多人脉 而那个在学校流传的聊天软件是秀制拜托店员做的 因为大人们可以拦截新闻 但却无法掩盖小道消息 这天晚上夏琳来到了慈恩的家 当着他的面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第二天上学 慈恩就刻意地躲着大家 而夏琳顶着一头短发来到了学校 一直到晚上 秀制越想越不对劲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店员 然而店员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段录音 里面是慈恩拒绝迎新拉拢的对话 当然还有与夏琳的谈话内容 原来这人把剪掉头发的是怪到了秀制的身上 如果慈恩继续和他毁掉自己的金字塔游戏 那么无论秀制去哪 做什么和谁见面 绝对会让他以加害者的身份生活 不想那样的话就回到F等级去 夏琳承诺以后不动其他的同学 就当这次还他一个人情 不知道是出于小时候的愧疚 还是想保护秀制的心 最终慈恩同意回到F等级 次日主角团开始了摧毁游戏计划 利用夏琳的动摇和几方团结一新的优势 同时对慈恩坦白 无论夏琳做了什么绝对不会被吓到 这一次 他们一共说服了算上主角团13人之多 已经超过了游戏的半数 秀制号召大家在游戏当天放弃投票 如此一来便不是大家的游戏 另一边 友力在社交平台上发现 练习生会出席星期四的庆典活动 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而那一天刚好是游戏的日子 练习生跳完一曲热辣的舞蹈后 哭着离开了活动现场 刚好被伪装成人偶的友力给看到 与此同时 秀制宣布对决正式开始 然而就在同学们陆续回班级准备游戏之际 练习生竟然昏倒生死不明 此时第十六届投票开始 夏琳要求此次选出固定的F等级 很明显是针对慈恩的 然而就在这时秀制突然冲进教室 一把将他推到了黑板上 说就是因为他练习生才变成那样 害友力不敢出门 害率替失去进入国家队资格 害慈恩伤害自己 然而夏琳并不在乎 亲口承认是游戏幕后主导者的同时 命令所有人都得听他的 然后再一次强调 必须有人主动担任F等级 秀制一听这话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慈恩 担心以他的性格会主动接受 于是立刻转移了话题 之前对笑霸的处罚还没能生效 凭什么让大家相信 忽然迎新举手 表示赞成夏琳的提议 在他的带头下又有几人举手跟票 而夏琳始终死死地盯着慈恩 秀制清楚只要他自认了F等级 那么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所以想到个以退为进的办法 首先同意夏琳固定F等级的提议 如果超半数的同学赞成就立刻实施 但他必须得尊重投票结果 毕竟他说过游戏是大家的 如果超半数的人不同意 那就得终止金字塔游戏了 然后不等夏琳答应 立刻询问同学们准备选谁来当固定的F等级 是前面的好闺蜜 还是后面的同窗同学 其实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大家早都产生了友情 谁都不想被欺负 也不想欺负其他人 不过秀制看出来远眼镜的情绪不对劲 似乎想要替朋友们承担 他立刻补充 自己再也不想看着朋友们被欺负了 一生铿锵有力的朋友 不仅让远眼镜坚定了摧毁游戏的决心 更加让全班同学的友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俗话说千里长堤毁于乙穴 秀制阐明道理后他在等 等待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游戏的人 并呼吁大家不想玩游戏的就卸载然后站起来 然后接着反问夏琳 不是说过金字塔游戏是我们大家的游戏吗 没想到夏琳同意了 被逼到极限的夏琳再一次看向了慈恩 那个眼神仿佛在说 只要他当F就放过其他人一样 再加上慈恩本就对夏琳有亏欠 所以他才会胸有成竹的同意 而秀制知道这一切都是针对慈恩的 只要他不主动降位F等级 依照计划应该就可以摧毁游戏了 四六分剑迟迟没人站出来反对 刚准备卸载游戏 慈恩站了起来 全班所有人都没想到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游戏的人竟然是慈恩 原来他意外听到 夏琳的计划是把秀制选为固定的F等级 因为他想让慈恩重温好友被迫追入地狱的感觉 那样才会更加的痛苦 慈恩得知被骗才勇敢地做了这个决定 紧接着四六分卸载了游戏 然后是圆眼镜 沉默寡言的大眼睛 还有经常被嘲笑的胖妹 游戏软件的开发者齐刘海 化作被顶替的高马尾 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了其中 当然也有事先说好却中途背叛的人 这里注意想要摧毁游戏必须半数以上通过 目前班级有22人出席 也就是说必须得有12人放弃才行 就算再加上意外同意的几人还差一个 秀制也不自主地焦急了起来 剩下的这一人到底要怎么办 他心里不断地祈求再站起来一个 就在这时笑霸突然站起身卸载了游戏 他要看下林出丑 然而笑霸这票无效 因为帅递受伤的事 秀制不同意也不愿意笑霸投票 因为失害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而不是坐在班里参与其中 笑霸一听这话简直要气炸了 然后对着慈恩就开始殴打 将所有的怨气都怪到了他的头上 殊不知他的行为全都被直播了出去 与此同时 第12个人卸载了游戏 而他正是规则的维护者班长 原来在最后一次游戏之前 秀制劝他改变阵营 因为同学们之间已经发生了变化 话因为落地过去一台微型摄像机 实际上班长也早就厌恶了游戏 这才会亲手将摄像机放在黑板之上 偷拍到二年五班的金字塔游戏 至此算上班长以及主角团几人 有12人同意终止金字塔游戏 秀制当着夏琳的面宣布游戏结束 金字塔游戏事件一经公开 迅速在网上扩散开来 另外一边 练习生并没有死 而是秀制的计划 原来他跟着练习生来到永世边 突然一个人偶熊出现 紧接着有力把他给制服了 意外地将练习生撞倒并晕了过去 而那个人偶熊才是小黑粉 有力在社交平台上察觉到 小黑粉要对练习生不利 这才会感到学校阻止 而秀制利用了这一点 让所有同学都误以为 他是被夏琳迫害才出的事 学校这边为了掩盖丑闻 将二年五班的同学分散到了其他的班 然后找班长 短发女和司机的女儿顶罪 这天慈恩突然接到夏琳的电话 秀制跟着他来到一家福利院 而夏琳早就在这等着二人了 夏琳当面吃下一大把 使人麻醉的镇静忌后 这才缓缓地道出当年发生的事 原来他和慈恩是小学同学 二人的关系很好 夏琳就把自己没有父母的事 告诉给了慈恩 并叮嘱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 可班上的同学看不上他 正商量要不要孤立他的时候 慈恩认为那样不好 就把夏琳是孤儿的事 告诉给了大家 从而使他成了班里被欺负的对象 而慈恩成了旁观者 此时慈恩想让他把药吐出来 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嘴巴 夏琳提醒针对他是因为 去年九月份的事 突然火警警报响起 其实在二人来之前 夏琳就已经把后面的办公室给点燃了 秀智见状立刻让大家先逃离这里 然而夏琳药效发作神志不清地跌倒在地 不等二人反应 办公室突然发生爆炸 火蛇紧接着就吞噬了整栋建筑 慈恩见夏琳没了反应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火场 火灾事件后慈恩向秀智道歉 他曾经是个旁观者 秀智表示不是加害者就行 然而慈恩反问不是加害者就行了吗 这句话深深地扎进了秀智的心里 不是加害者的旁观者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与此同时 夏琳的妈正为女儿的事发愁 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通知她孤儿院着火受害人士夏琳 这人就想到一个扭转局面的办法 紧接着给电台的主编打去了电话 第二天 就有匿名博主依据火灾情况 将所有的事转嫁到了秀智的身上 把夏琳包装成了受害者 不明真相的网友瞬间逆转了口风 对着秀智和其他受害人口诛笔伐 同时警方介入了这次事件 不仅包括校长 就连和夏琳关系好的同学全部都做了伪证 甚至挖出秀智父亲的身份 怀疑女儿仗势欺人 同时博主爆出练习生与秀智关系很好 不排除二人合伙策划的一切 总之在白岩集团的操控下事件发生了逆转 秀智成了那个加害者 原来夏琳把二人叫到孤儿院 是因为这里才是金字塔游戏开始的地方 那天老师宣布了一个名叫金字塔的游戏 做得好的人会有奖励 反之夭受到惩罚 其目的是拍董事长的马屁 很遗憾夏琳不懂便通排名垫底 老师不仅罚她睡觉没有被子盖 甚至午饭的配餐只有三块烟萝卜 从那时起她意识到 一定要做金字塔顶点的人 慈恩回想到这 忽然瞥见秀智被警方带走了 她的内心说不出的愧疚 本次起火的主要原因是夏琳随身带的那个打火机 原来自从同学们得知她是孤儿 对她的欺负变得更加严重 当时慈恩就站在一旁 一句话也没敢说 夏琳健壮一把拿起加害者的伙计 询问如果自己有父母 是不是也可以用她 仇恨的种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 偶然的机会 她偷听到白岩集团的长子没有儿女 将会在这所福利院领养 夏琳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便在公演的那天 卖力地吸引台下的注意力 她那充满了刚毅的眼神 让白岩集团董事长很满意 顺理成章地收养为了孙女 至此改名为夏琳 然而收养行为完全是堵住媒体的嘴 长儿媳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 就连家教都敢给她甩脸色看 当然董事长也对那副懦弱的样子不满意 所以经常被罚抄写上百遍的圣经 随着次数日复一日的变态般的教育 夏琳成为了董事长想要的怪兽 秀智配合调查期间 同学们商量不能做事不管 也该为之前的行为做点什么了 当天放学 四六分找到了政绩者 这人向来公正无私 恰好她的举报行为唤醒了历史老师的良知 历史老师决定公开手上的证据 另一边 练习生放弃了唯一出道的机会 录视频向公众澄清事件的始末 承认虽然不是施害者 但却是个旁观者 与此同时 秀智收到了实习语文老师的消息 原来历史老师无意间拍到秀智 被短发泥一伙欺负的高清视频 他又转交给了实习语文老师 不过这还没完 同学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这段视频证据 并且实名承认曾经都是事件的旁观者 有力看到了练习生的澄清视频后 他鼓足勇气决定出面作证 原来他当初受欺负的时候 只有练习生愿意帮助他 作为报答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在哥哥的帮助下开启了一场直播 有力的直播瞬间在网上掀起巨浪 网友们纷纷掉转枪口的同时安慰起了受害者 与此同时 慈恩终于想起来九月份是什么事了 刚开学那天他认出了夏琳 二人匆匆地打了个招呼后 他以为对方原谅了自己 所以就和同学离开了 然而夏琳恨自己还没说原谅 慈恩那罪恶感就从脸上消失 秀智说夏琳那自我合理化问责的样子 真是让他厌恶 让他不要装委屈了 慈恩不再使他不也那样对有力 毁掉一切的不是慈恩而是他自己 该说不说秀智真是人间清醒 就在这时办公室突然发生爆炸 没过一会消防员就赶到了 事后没人知道夏琳被送往了哪家医院 故事的最后 实习老师向政绩者举报了学校违法违规的行为 校长和班主任成了替罪高杨接受律法的审判 校爸被他父亲揍得半死 短发女的父母怀疑女儿是精神病 迎心不满对她的成见 天天举着牌子抗议 不过没有人理她 班长则是坦然地接受了停学的处分 但却依旧没有夏琳的下落 夏琳的养父决定抛弃养女保住集团的生育 其实董事长要的就是如此 他收养夏琳的目的也是刺激儿子成长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养孙女就没用了 随即养父紧急地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弃养夏琳的同时 决定好好整顿学校 实际上夏琳被送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医院 可能醒来后会过上地狱般的生活吧 这天秀智走在路上 恰好碰到有个女生被人欺负 她忽然回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冷眼的旁观者 慈恩的话瞬间回想在了耳边 她这次不想再像以前一样 凑巧的是 慈恩和她有一样的想法 很快假期结束 大家也顺利地升到了高三 然而开学的第一天 蔚来集团的双胞胎转到了这里 他们也对金字塔游戏有了兴趣 而这两个人恰好转到了秀智的版 那么二人能如愿以偿吗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